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相信大家在很多的舞台的现场会看到这样一款琴 这个琴的型号叫Mutech S-S-A Slim 它的这个纸板相对传统的尼龙弦的古典吉他会更加窄一些 所谓Slim就是窄的意思 它的显整大约在44毫米左右 那么我们看这款琴它是一个15平插接的琴它 它的这个琴体和琴琴的这个接缝处是15平 那么接入方法是用我们的这个四颗螺丝来固定 那么首先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款琴的配置 琴头呢采用的是Golding自主的这种古典式的镂空琴头 那么琴琴采用的是桃花星木Mahogany 这种纯黑的纸板呢是采用的叫这个混合的雾木Richlate 那么它的琴码呢采用的是玫瑰木 我们看它的这个下弦枕每一颗采用了一个独立的金属的这个压垫的这个弦枕 那么这种面板呈相对比较深一点呢叫做C的红穴松 那么这个背侧板呢采用的是加拿大的银针峰木 琴头和琴琴呢采用的是两Piece的这种拼法 那么下面我们要着重介绍一下这款琴的使音器 非常的独特 首先我们看这个侧面有很多小孔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叫半空心吉他的这个初音孔 也就是我们把它完全盖住以后 它的声音基本上就听不见了 那么在中间呢有很多推子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推子最上面的是原声吉他的总音量 第二个呢Trible是它的高音 第三个的这个推子呢是它的控制中频的这个Middle 再下面的是控制低频的Bass 那么上面的四个选择呢就是我们原声吉他所使用的这个控制的推子 就是我们原声吉他所使用的这种控制中的控制中 那么我们看它的这个输出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有一个四分之一英寸 也就是6.5毫米左右的 我们吉他常用的连接线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原生吉他的输出 那么这个13帧的MIDI使用器呢 就是靠我们这里来实现 那么当然我们通过这个MIDI输出 接入到罗兰的GR55的这个效果器 合成器上 实际上这把吉他就能够演出出 类似于合成的这个声音 那么合成器的声音呢 是非常广快的 我们可以用它来敲鼓 我们可以用它来弹钢琴的声音 弦乐的声音 Sax的声音等等 所以说舞台的这个表现呢 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这个下面呢 就是控制我们的这个Things 也就是我们合成器的音量 那么这两个上面呢 是切换我们的效果 当我们需要切换效果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直接实现切换 中间呢 是一个中平的这个切换 因此我们的使用器呢 是双模的这个使用器 一个呢 就是我们原生吉他的控制 第二个呢 是MIDI使用器的输出 非常强大的一款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下 这支琴的这个原声 吉他的声音 那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 用我们的吉他 接入我们的这个Fishman Loadbox 60瓦的这个银箱 然后通过它的DI-OUT 输出到我们的声卡 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吧 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